- 歡迎收看 Jack開箱 エヴァ新youtuber 我是鯊魚 KONICHIWAWA 話說真的我真的好久好久 非常久沒有開一番場相關的產品 然而呢鯊魚我最近因為工作真的太過於繁忙了 導致就是最近的剪片時間縮短 發片的時間也隨之的延後 我每一天的上班完剩下的空餘時間 大概就只剩下一到兩個小時 但是沒有關係 OK 不管怎麼樣鯊魚我一定會在一定的時間點把影片上上去 也請未來EvaGibion的粉絲們還有觀眾也請大力支持啦 鯊魚的頻道也終於到達了300訂閱 離500訂閱就差一點點小數字了 就可以開啟社群功能 好啦 廢話不多說 那我們今天要開箱的一番場會是什麼呢? 沒錯 我們今天就是要開箱EvaGibion 雖然這個商品之前就已經出過了 沒問題 但是我還是想做一下開箱 而這一款呢 就是EvaGibion一番賞的初號機覺醒 沒有錯 就是我右手邊這一盒EvaGibion覺醒版 沒有錯的啦 這一款在之前就已經出過了 但是不管到什麼時候 初號機也是非常的熱門 完成囉 這一尊EvaGibion的初號機覺醒 真的也是滿大一尊的呢 在組裝過程中呢 它拿在手上的品質和質感真的是沒有話說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這一尊EvaGibion覺醒的一番賞吧 OK 我們來看頭雕的部分喔 頭雕的細節刻畫 我覺得非常的漂亮 雖然它幾乎都是色粗成型 但是它頭部的分色處理還算是尚可 再來初號機它那種張牙裂嘴的感覺 完全的呈現出來 劇中出現的牙齒表現也非常的棒 它整體的線條刻線也非常的漂亮 它整體的腰線的部分還有大腿的肌肉線條 包含它面部的刻畫 還有手部流線線條感 我覺得呈現度非常的不錯 再來它這一尊最大的特點就是 左手被荔枝天使砍掉所在生的左手 透明質感和程度也非常的美 然後再來就是它抱走上面的天使光圈 因為它是用透明的支架呈現了就是 天使光圈在上面漂浮的樣式 那就是從頭自身所展現的魄力 也非常的十足 也完全忠實的呈現 EBA GILIO 劇場版魄中的覺醒樣式 雖然它的細節刻畫和紋路和整體的細節非常的不錯 但是在著色上面和異色的部分呢 其實有一點點小小小小的不滿意 這整體的暴走姿態我真的是絕了 畢竟這一款EBA GILIO 的一番賞也算是最早推出的 那平衡的部分和顏色還有一些相關分層的處理嘛 但是我覺得跟後期比起來 我覺得是有差別的 後期的顏色真的是蠻紮實的 但是我還是要講 四位EBA GILIO 的粉絲 然後同時也是巨大扣的 這一款真的也是非常值得收藏 其他的EBA GILIO 的一番賞 其他的機種把它全部擺在一起的話 也是非常的有氣迫 你心想看全部擺在一起 尬在一起的那種情況下呢 朋友來到我們家的時候 哇賽 全部都EBA GILIO 都是這麼大 這麼大 如果還沒有收藏的觀眾們還有粉絲 如果看到價格不錯的話 你剛好手邊也沒有這一尊 那真的是值得收藏 OK這一尊一番賞 EBA GILIO 初號及覺醒就好 開箱到時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請記得訂閱按下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了